以后还没有修大约门 之前在这个中间修这个法 也许我们修这种法的时候 直观修和观修修得比较好的话 在这个修直修的过程当中 也许没有修大约门 也有可能证悟 没有修其他的禅宗 也许这个当中有可能 有可能民心见性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有没有可能 我们还是要看 这个之前的这些修法 修得好与不好 修得到位和不到位 这样子希望大家 一定要珍惜这个修法 这个修法一定要荡一回十 这个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然后就听了又不修 这样子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 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 要回想这些是 跟一般的这些修法是一样的 那跟我们今天不需要单独的讲 这是今天的这个修法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红阳佛法 立以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我们大家请收拾一下 我们大家请收拾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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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手势 连接如来真实义 连接如来真实义 尽度生无生润 略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你 各位上面 各位上面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抱着 好 我来 我们新加坡 这是华人 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 城市国家 已经好几次了 那么 也随缘有讲开示 也有一些 经验 但是在台湾 常常听到 我们新加坡的进宗学会 非常的有规模 有制度 有想法 有意想 有做法 这一次 在这个 今年 应该说今年 对 那么去年 去年居士 我们在居士来到了 还有主位师傅 有来到台湾的台南 万佛寺 跟我提到 说 请我来 我们进宗学会 为大家开示 净土法门 那么 确实居士很诚恳 也很有正性 至少是我 没有说太 什么样子的标准 大体上就是 依着菩萨介说的 有真心 不要这么恭敬 就是很真心的 讲清法 那么我们时间上 要排得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 这个 顺利 不准众生的命运 以报佛恩 不敢说弘扬佛法 但是要报佛恩 那么也就这样子 基本上是大量 但是要找时间 因为还有一个 德国 跟法国的形成 希望说 要不就一次出去 一次把它做完 后来才发现 时间上是不太可能 因为那是大学 德国法国那是大学 我们这是佛教团体 那时间上比较糊通 那就这样子 我在想说 我们就选这个时候 选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刚好解下圆满 解下 大家知道 解下就是 三个月精进 用功 不随便的除三门 之后 那么有解完下之后 大部分会依着 云南盆经的 这个思想 台湾都会做 灾身 灾身 北中南高 都会有灾身 来自于 华东一带也有灾身 最多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就要到七千多的 出家师父 那工作人员 超过七千多 那么这样子算起来就好 就是一万多人了 千千够够 那这已经位为奇观了 那么我想 按那个灾身的结束 刚好是解下了 基本上会有一段时间 是师父们出门 去办事情的事件 我跟大众共住 这很惭愧 大众共住 有时候有事情多 我又不一定能够跟大家 这个 同进退 比如一起上个电 蛮不好意思 所以说我在想 应该是在解完下 基本上传统 我世尊也同意的 在解完下之后 有一些事情要去办 的话就尽量去办 那么这样子 我就选择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台湾刚好走一个台风 没进来 这三年来台湾躲过 躲过四五十个台风 没有进来 这一次又躲过一个 但是有点累啊 刚刚来我们新加坡的时候 还有点热 后来我准备 我没有休息了 我就是在看讲义 我看下雨 不错 不错 凉了一下子 这样也不错 这个时间来 虽然说在新加坡还有点润 我是觉得我们出家人 就是水顺这个姻缘 希望大家在这个 这么好的环境里下 完全没有热的感觉 何况还是晚上 何况还是第一天就下雨了 那我们就开始向下坎路 那我们就有一个好的缘起 那么来 为大家介绍净土法 那在外面介绍净土法门呢 很少会对居士介绍净度深谷深论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它 布头太大 其实内容是很多的 不一定应急 也不一定有那个时间 第二呢 它是在讲十相 天台中的十相念佛的基础 当然我们知道啊 念佛有四大类念佛 这是一般的分法 就是慈眠念佛 观想观相十相 第四种念佛 那古德自古以来 有各种诠释 比如说慈眠念佛 就是观想念佛 就是观相念佛 也就是十相念佛 那么也有说 这四种念佛就是不一样 不然不用分四种 那么也有说呢 这个一心称明 就是十相念佛 把头尾都团结在一起 那再来呢 各宗各派 最后都会导回净土的 在汉传佛教 大概在南宋之后 很多测量 南宋之后 距离现在就好几百年了 六百多年了 说明明清 对 数百 五百四百 应该是五六百年佣 那么这个人也会被批评 批评什么呢 批评说你看那是汉唐 不是汉 唐朝的时候佛法兴盛 各宗各自修 你现在都脚步太快 大家都念佛去 所以也有这样讲法 所以台湾也有大德 当然是长老了 不是我们这种年纪的 已经元纪的 我亲近过 如果他现在在的话 是一百 超过一百多多岁的 他主张 禅是禅 念佛是念佛 这个教法是教法 学教是学教 不应该豁到一块 而是我们也能理解 但南宋之后 祖师的一支弘扬 部分或者说禁祖宗的主持 他的声量相对是比较大 那影响力也相对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禁度法门 确实是三根仆辈 换句话说 哪怕是你今天才来 坐在这里听经 以前没来过 你跟我第一次见面 那你也可以在听完 或者你听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决定说阿佛要念佛 那当你决定要念佛的时候 大概你也不会怀疑说 要怎么念 因为很容易 就是粘开嘴巴 阿弥陀佛 或是 南无阿弥陀佛 甚至还要专注 发心 这样而已 发正确的心 正确的念头 那这也不难 如果 这个 我们这一句子告诉我说 在打佛妻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播我在台湾的 讲解佛妻的内容 像我想大家也不是 对我说的禁度法门 应该不陌生 所以你要是参加过一次佛妻 听我讲过一次 两次佛妻的内容 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一次佛妻 或两次佛妻的内容 大概你 不会怀疑 我们还有出那个什么呢 出那个 讲波金机 早年的波金 还有啊 把所有天台 所有的禁度中的内容 在那个时候 讲的内容 分成初阶 进阶 高阶 分成三大阶 那么它是阴森而已 也有 大概有三百多小时 四百多 四百多小时 不到五百这样子 其实那个收集不完整 不过有以前的学生 把它收集 出家学生 他现在在进修闭关 那么他把它整理得很好 那你也不一定要都听完 五百五十五百小时 一定不用都听完 你大概重要的 代表性的这样听一下 你也大概会念 所以 古来的祖师 讲说 各宗派的祖师 最后倒归极乐的时候呢 印的基是很广的 那因为印的基广了 那么呢 接受这个法门的 即使在韩德国 叫做真的很广 那这边一广之后呢 那么整个声量 整个讨论 整个实践 那就很明显的 就是很有一致性 渐渐的他就成为 近代汉传佛教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代表 特别是在 在家居士的环境当中 有更加的应急 我说过 我刚刚说过 他入手不难 几个重要的观念 把握住 剩下就是练习 而已 那么要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何必来讲 净土生物生物生存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 我刚刚这样讲了 也有波金基 也有单场的开示 净土访问的开示 也有佛妻的开示 近期的开示等等 那这些这样子 又说不难嘛 大家就可以修了 那又何必 要来讲这净土生物生物呢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当然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最简单 因为 因为有跟这里亲近 跟这里 跟这里有密切关系的法师 指定说 让法尚法师来讲这个题目 那我们居士说 好啊 那就 那我就要应激 那人家这样讲 那客水主辩 那我就讲 那就没什么好想 我也可以没有理由 我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人家定题目这样啊 我也可以这样说 这第一种 这就是缘起嘛 怎么会这么大胆提这个题目 那很特别 那好啊 那提了就提了 海报也印出去了 我走的地方 我看也印在那里 你也不能改啊 这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悠西传真大师的原因 也就是照这部 这部 生物生论的大师 那要回答说 那进入法门又不复杂 那林老人家干嘛写啊 写完了他还自己说 悠西 是在天台山的高宁寺前面的那条西 20年前我就去看过 其实很小 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很小 其实也是 它就在山谷里的一条西 那为什么叫悠西呢 悠就是 因为那些山谷里树很多 那随着比较暗 隐隐约约的有阳光照进来 真的确实是很幽 幽暗 再来呢 它在山谷里头呢 静静的缓缓的流出 所以也有缓慢 有光线 不明亮 就知道在那一段 知道在那一段 哪一段呢 在高明寺 不是高明 没有那么多 高明日月明 塔头的风 高明的钟 万年的柱 国亲的松 那么呢 这个就是天台的四大道场 的一个被说成特色 因为我是接天台的法 我接的法是 早明离开大陆的长老 了公和尚跟 上了下依和尚 还有上显下依和尚 接四十六代 两位都传我四十六代 但不同的传承下来 那所以我对这个基本上了解 老人家呢 尤其传的 就在我的法脉 我接的法脉当中呢 就是其中一位 一位传承者 他在偶异大师之前 那么偶异大师呢 基本上算是他的师伯啦 是这样子 那所以 诸位这样就了解说了 所以说标题叫天台山幽西撒门 这样讲 那么我们不是在介绍历史了 但是幽西很有意思 就说他是从前面这样流过的这条西 缓缓的流 缓缓的流 但是他带着一个宁静感 现在我的印象还在 我是去一次 二十年间去一次 跟现在完全不同 现在建设 重新高明寺 重新建设起来 那个时候 连大殿都还没恢复 两个 两个 一个比丘在那里 中年比丘 出家没多久 现在都 我看都已经都变长老了 那种幽西 他老人家在那里照 也在那里讲 我们讲说天花乱坠 有没有 天花乱坠 他老人家就是在幽西讲 净土生物生论 讲到天玉 这个天花 是这样 正在讲的时候 天上掉花了下来 所以这幅经呢 事实上是被什么 是被印证 是被天人菩萨印证 天人 天人 天人很多是菩萨事先 而且是登地上的菩萨 你知道了 菩萨不会去入灭 他要利益众生 所以 那你得让他有地方住 他大部分住在天界 天界 是这样 所以 那他要印证这部经 汉传佛教 关于一部经 关于一部论 一部主师造的论 然后被印证 有这种异象被印证 其实不多 为什么 因为汉传佛教 很开放 这跟华人的文化背景也有关 所以他 特别是跟儒家有关 儒家有一句话叫做 只不欲怪力乱神 结果呢 这宗教的感应 在汉人的这种文化当中 就显得有时候有点忌讳 讲感应的时候有点忌讳 不信的人就没看到 没感觉到 怪力乱神 你在那边自我标榜 会不会怎样看成这样 会不会怎样看成这样 那么所以呢 被印证的其实不多 但是呢很有名的就有两部 两部论 是被印证的 或者说有意象 都是天台中 一部就是 释教 天台释教 天台释教仪呢 是一位韩国的地官大师 造 他是韩国人 那他其实他 你说他造也不是他造 造就他写了 其他不是 他应该说他整理 他又是一个外国人 那么当然了 当年的韩国人用的是汉 就像日本人一样 用的是汉 早在四五十年前 去韩国 任何一个华人懂得中文字的 去韩国 你大概可以看懂 韩国报纸百分之八十 韩国现在弄出那个圆圈 横啊杠啊 一根一根 一直一横的那个字 那是在五十年前左右的事而已 韩国的民族意识复兴起来 恢复之后 他才这样 也因为这样 就注定韩国的佛教 这样讲不要好不好意思 韩国佛教跟外界的影响力 他就在摔弱 我去韩国看过 走了一圈 韩国人也来台湾 也在我认识的师父们的道场当中待过 他的解读就很辛苦了 为什么 大藏经在早来 过去的韩国的祖师 通通读的是汉文 我最有名的大政杖 大政杖 大政杖我们知道是大政时期 日本编定的杖 对吧 你知道吗 大政杖的母本 是高立杖 高居立 就是当年的韩国为了护国袭灾 所造的杖 他们的板还在什么呢 还在他们的法宝寺 名字叫做什么寺 他们有个生宝 法宝 佛宝 三个宝寺 其中的法宝寺 我都去看过 整个电脑里头密密麻麻的那个板 在里头 那就是高立杖板 你想想看 全部没有半个字是中 那个什么其他文 就是汉文 韩国说汉文 韩国整个佛教说汉文影响 是非常重的 但他在五十年前就硬生生的斩断 很麻烦 但就失去了那个文化根的年结 所以我常常在大陆 跟大陆出家事物讲说 正体字一定要读 古人都是用正体字 就是所谓的一般名言讲繁体 那不能用繁呢 为什么要繁呢 怎么会繁呢 你写字就是 那就是古人用的字 那祖先用的字 他怎么会繁呢 他就是正体 当然简体OK的 不是说不能用 古人也有很多简体字 但是简到越来越简的时候 你正体字不能读就超高了 二十几年前我进出大陆 我进出大陆二十多年前 我刚进去大陆 我看到简体字 我自然就懂 戒犬法师有一次不相信 他拿了一份报纸 本报纸拿了 你还要法上法师 你读不懂的啦 我们这些白话文 然后简体字 全部都是简体字 你拿读懂 那你拿来我读 他拿来我在车上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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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只读下来 不难啦 前后文猜一下 你也猜得出来 是这样 难一点的 就蓝花的蓝 刚开始我看不懂 一个竹 竹子边下面两杠 一下子嗯不懂 是这样 那个因为实在差太远 是这样 那会读不出来 大概就几个字而已 你被尘埃的尘 小土是尘 这有什么好难的 这一点都不难 那但是呢 葬金翻开来 古刻板就是正底子在那儿 你不能不认得他 他没有理由要让你认得 是你要去认得他 他没有理由改装 让你认他 是不是啊 他几千年就在那里了 好了那么这一部呢 是韩国地官大师找的 他其实不是找 他是把智者大师的 讲的这个摩托子冠 跟访华悬议 里头的很少部分 他重新撵出 然后整理一下子 就是如大海地一样 整理一下 其他有上下卷 他的上卷正是我讲 天台中入门讲的内容 概念是一样的 是吗 佛法传入中国 他怎么样的转变到 天台中这个时候 这样子的概念环境 为什么会出现天台中 这个历史渊源 势必要去弄清楚 那智者大师也讲了这样子 也是这样 当然他更高了 他直接在思想史上面下手 这样 那现在人也没办法这样做了 我这样做也大概没有 没有应激 再来也不够用 所以我是就整个佛教史的角度 没有锁在那个思想史上 那么那是他的上卷 那他的下卷 就现在大家一般知道的 什么呢 真的这个 天台四教 就他的上卷在讲历史 并且平息 分析其他 其他思想的叛教 不恰当 最后他才说 那我智者 我自凯 我是怎么叛教 我先说别人叛教怎么样 不恰当 然后才说我叛教怎么样 他是分两卷 一般人不知道 坊间也有相当 找几位大本 有的都是我的老师 他讲寺教语 有人听完他还不知道 原来是叫有两本 有上下卷 我们知道的 我们用的大概都是下卷 好 那么这是地观当事 地观当事呢 他元旗之后 他把他这个稿子 塞在书架上 有一天晚上 从他的殿堂里 从他的房间里 放光出来 那句奇怪 就进去看了 情况是情况 一看 笔上有两本 有一本书在那儿 那王冠天一看 哎呀 他手照了 他写了 他没有把它流通 然后就看到 哎 这是四角 你看这是有灵感 有印证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们这一步 进度生活 就我所知道的 你们现在六祖坛经 这么伟大的一部经 那是六祖大师照 这是人类能够 佛以外能说的论 能够被证经的 这唯一一步 那这样太特别了 六祖坛经太特别了 不过对不起 我们也没看 我们不知道 他怎么记载 这种感应 都不知道 但是他完全不丝毫 不会影响到 他的庄严 他的伟大 当然是不影响 反倒是进度生物生论 教典不被理解 不被认识 但是明明 他明明就是 有感应 是被印证 是被天人有印证 这你要知道 这两步都是天台中的教典 刚刚讲的 世教典 这个就是 进度生物生论 那么再来呢 进度生物生论 在整体上的概念是什么 你要知道 幽西传灯大师 已经是明末了 那么他在往下传 就是偶主 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明末清除了 这样了解 所以他是明末 明末距离现在 清朝两百年 对不对 那要讲 民国建立 现在1991到现在 那百年 所以这样三百多年前 老人家 幽西传灯大师 出世 说实在话 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什么 那时候背景 实际上佛法是衰微的 那么再来呢 中派之间的争论 其实还在 从谁 传灯大师不说啦 他没有讲这个事 谁说得最多 我们的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老人家 心直口快 他也 他也 对禅宗有些意见 他本来是残禅的人 但他残禅 发现真的有问题 不是禅宗有问题 是他自己在修这个法 有问题 然后他在观察 当年的禅宗道场 他觉得更有问题 然后后来他就 退为五戒 五戒沙咪啊 连沙咪戒都没守 我受五戒的沙咪 沙咪可以不受戒 叫做剃度的沙咪 OK 然后那叫做形同沙咪 那可以受沙咪戒 叫法同沙咪 他在这两者之间 他受戒 但不受沙咪戒 还受五戒的沙咪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是比较特殊状况 他做到这个样子 偶一大师的动作是很坚定的 他们是很直接的 这样 所以头头巍巍啊 亲近他的人不出五人 他一直想要建立神团 那五个顶不住 有时候就走了 干嘛 这水清无余啊 你要知道 很辛苦 不过因为看到他老人家 这么样伟大 然后又这么辛苦 我们今天再来看我们怎么辛苦 都比较疗愈一点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也没什么好 也没什么好难堪的 古德都这么辛苦 所以当然我们要更加努力 好 那么偶一大师呢 他说到了当时的情况 禅宗教下 教下就是天台华言主要 唯士有 但是不新 不新 自然就不新 为什么 因为唯士的细节 那个名词细节太多 那么华人文化浩减 再来就是几历代的灭佛 灭了太严重 那教点都毁了 你没办法研究 特别是唯士 更是这样 好 所以这样讲起来 天台中 因为天台中 后来讲 日本韩国在引回 特别是韩国 引回了很重要的焦点 在北宋就引回来 所以呢 他的心 他在心是很明显 四明山 那我们的法治大师 那就是忠心天台 那北宋 北宋就出现忠心 忠心的大师 那历代都有新复兴 比如民国的话 我们天台中 地前掌了 我的法师真主 这样 那我们的法都从他传下来 哇 逃离满天下 影响到今天 包括他影响到我 我都是接他 把我们辗转一路 往下传的法 那所以说天台一脉相承 虽然命如犹斯 但是 他是中国佛教 很特别的 是实质上有在传 传法 也就是传了传了有在讲 这样 我的法师公 我的法师父两位 一位是上险下名和尚 第一位是上了下依和尚 传法的时候他们就摆明了 你接法之后要弘扬天台 没有了所谓的接个法是做个样子的 叫法子 那是在建立人的关系 不是在建立法的关系 这也无所谓啦 但是天台中不是这样 天台中 一向都是师父静静的观察 看哪一个人可以 然后我们把他找来 找来之后我穿法给你 有时候是这样 当然也有时候来求的 你要来求 那以后有时候是两个都用上 比如说我看上你这个徒弟 然后呢 我就让第三者说 去跟他讲 我要传他法 他赶快来求 绕个圈这样子 总不能我找他 追着他 说我传法给你啊 这不好看 跟第三者讲这样子 因为有道人 他一般都会比较谨慎 会不好意思 他也不敢去求法 他觉得我够不够格啊 是这样 基本上我也是这样想法 那么所以 显宫和尚找我的时候 我都会写信 他一定是透过人 他就不扭迷 了一和尚 在当 他老人家在的时候 在埔里 非常有名 所有人的埔里 上百间茅棚的师傅都知道说 上百间茅棚的师傅都知道 辽宫和尚 上辽夏一和尚 替度徒弟 非常的谨慎 他选的徒弟都很 很特别 都不出名 都很低调 但是能度老实就行 我说替度 所以辽一和尚是这样 我去那里结一下安居 正觉青色结一下安居 那个时候老人家 正觉青色了一和尚见 那么就把助词 后来他自己不做助词 传给我的清教师傅 律学的清教师傅 上到下海律师 这一点我们再度都可以知道一下 因为这些都是历史人物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去在那里听谁讲经呢 听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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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讲法华经》那个 这个美国的长老 庙庙进场了 庙庙进场了 上庙下进场了 庙庙进场了 《讲经》 两个结一下 那我 《讲法华经》 我好要学习天台呢 《法华经》 我已经在编那个 《法华经》 上面颤的注解了 那当然这次 已经是很 算是基本首年了 那老人家讲《法华经》 并不全然 依着法华 天台的那个 五重悬疑的概念这样 我是善意的 我当场 他会很客气的问说 有没有问题啊 他那个有没有问题啊 那个啊才停止我就举手了 那这在汉人文化里很少见 汉人文化都是 老师问有没有问题 大家头低低的 会有问题 因为你要是有问题的话 会故人怨 会让人家深怨 国人怨 台语讲 米南语讲故人怨 你特别爱问问题啊 你是谁啊 华人文化是这样 谁爱出头啊 这是华人文化 所以要有问题也惊住 不能问 但私下老师一走 长老一走 哒哒哒哒哒哒 在下面讲一堆 那我不习惯这样 我就问 就问啊 那我们善意的嘛 他老人家既然问有没有问题 我就问啊 所以呢 当时听经挤得满满的 妙姓长老非常有名 住在美国 非常有名 能够请得动他的 大概就说 大概就了一和尚啦 海公啊 大海律师啦 因为他们以前在香港共住过 东霖念佛堂 共住过 这就是重要的 重要的近代佛教史的 重要典型代表人物啊 大家要知道一下 那他来了嘛 挤得水泄不通 大概就是一个殿堂 差不多就这么大 全部集满比丘 比丘尼呢 去坐到灾堂去 然后只能看那个 这个 电视荧幕这样子 集不进来 集到外面哦 集到外面 那我们去问问题 当然大家就很吓 哇 这哪一号人物啊 这问问题 长老问说有没有问题 他还真问 那是客气这样讲一下 他还真问这个人 但是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但是 了一和尚可不是这样想 他坐在那里 好像是听经 他就这样做 听经是修 天台中讲经是修行 听经也是修行 修行哦 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昨天 前天睡一个半小时 昨天呢 差不多睡多一点 差不多三个小时 今天 清晨三点我就起床 一路赶飞机 等飞机 赶车 来到这里 居士还拉我去喝茶 我已经累到喝不下去了 是这样 我把茶带回疗法 那疗法一看 哎呦 还是看一下讲义 这样 然后 冲一下凉 这样子 我就来讲 对我来讲 这是修行 这并不是在讲经 不是 也不是在做一些什么 我在说什么给人家听 不是 正在讲经的时候 是脑子里头 正在想一件法义的事情 所以讲的人是在修行 听的人也在修行 所以了一和尚就坐在那里 然后头都不动 眼睛也不抬 长老他那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 眉毛好长 像是长毛道人一样 我们都看得到 他怎么会很缓和 我们去的都会跟他恭敬 长老你好 没多话 因为长老我们都敢打招呼 他们都很和諾 但是我们跟长老能讲什么 不知道 结果呢 这个妙庆长老就问 有没有问题啊 啪我就问问题 每一节课我就啪我就问问题 这样 有时候问得让长老的有一点 尴尬 为什么 因为我问的是天台角度 他讲的不是天台角度 这都对哦 这都对 这不是说长老不对 不是这意思的 我说我是好奇 说他长老什么想法 天台不是这个想法的呀 只是这样而已 我也没有问难的意思 我们是很恭敬的 没有问难的意思 所以 所以 妙庆长老的圆级的佛寺是我 我负责做总干事的 道海律师跟他同参很好的朋友 道海律师直接指定说 法杖你去负责那个整个的告别室 就是所谓的赞颂大会 我负责的 所以说我跟长老的关系非常的 长老要圆级前半个月 还特别来签华寺 刚好我在外头 没见得上 这是很奥 他特别来看 他就绕台湾一圈了 他就入面 是这样 他虽然是住美国 但是他在台湾入面 所以我们跟长老关系非常好 也OK 好 到现在跟他徒弟我们关系都很好 所以我那个不是问难 那是很诚意的问问题 长老既然说 有个问题 那我就问吧 就问了一次两次三次 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发现 那个了一和尚就这样 看一下 你是哪家伙啊 那么到第一次 就这样讲 差不多讲到快结束 了一和尚 他就跟一个弟子讲说 叫那个法杖来我房间 那我就甚至去了 没别人 他把所有人都支开 他不让人家知道 他就说 什么时候你来 我传法给你 后一听吓一跳 我就回到 我住在那个茅棚里 我一直住茅棚 我跟人家借着茅棚 茅棚 茅棚 然后呢 我一个人住 我说 写了一封信 意思大概 意思大概 你大概猜得到了 哎呀 华人都是这种想法的 哎呀 我不行 哎呀 这个我的程度很差 实在是非常恭敬感恩 但是不能结 是这样 华人都是这种文化 是这样的 我叫你结 你还真结啊 你不可以客气一下吗 华人长老是这样子 所以当然我们也要 视线也要 也要说一说 哎呀 我这业障 总没福报 智慧愚蠢的 完全谈不上智慧 结了这个法会 让天台丢脸 实在不能结 非常感谢长老 慈悲抬爱 提膝厚尽 讲那些废话一堆 长老没回 时间到了 他又走 他找他徒弟来 叫他法杖来 当场吃完中餐 他叫我来 我还是得去吗 我信已经写了一个礼拜 他一定看到 来了他完全好像没看到那封信的样子 其实那边就放在桌上 就放在桌上 他拆开了 他看完了 他理都不理你 就在他房间里 你就把法权 回下 大姨 燃香 对了主事 对了主事拜 是这样 就塞给你了 就这样 然后就讲了一句话 以后好好侯扬 是这样 其实天台中的惯例是这样 是这样 到了显宫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显明和尚 一生只传三个人的法 没人知道 我因为我在外面讲经 一般人比较知道 一生 他的爸爸 在他七岁的时候把他带去出家 一带进去的时候 他爸爸就消失了 后来到了显宫和尚 二十一岁已经能讲经了 他在想到说 他也要去醒脚 找他爸爸一下 那么打听打听 他爸爸在哪里呢 在云南边界的越南一带 云南跟越南好像有相近一些 就在越南境内 有一间汉传佛寺 听说他爸爸最后在那里 远起 他就去了 这个他亲口讲 外面传记你完全看不到 特别有意思 他就去了 找他爸爸 爸爸也出家人了 爸爸也出家人了 显宫和尚的白山黑水一齐深 他非常奇特 那个长相也是很奇特 整个头非常大 一个头两个大 跟那个那种感觉很大 那么呢 他一找他爸爸 那又进了山门之后 看那个老和尚在那 缝衣服 你要知道 进了山门 看到什么和尚最恐怖 那个缝衣服的 烧饭的 烧草地的 破烂烂的 那种你要特别小心 真功夫的都是那些 像我们穿这种 你什么功夫 是这样 完全是电影业的琴鞋 完全真的就是这样 高手都在民间 你要知道 那都是高手 他就看到那位老和尚 就蹲在 就坐在那个 那个客堂外面的缝衣服 他就说 啊 楼上楼上 我给你打听 太出家人嘛 年轻出家人嘛 他就说 我给你打听一下 是某某某某 是法师 对不对 他头也不抬 很丰富 有啊 你去找刺客 他告诉你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果然在这儿了 那没问题 很安逸 很欢喜啊 老爸 看到老妈 砰砰砰 去找刺客 刺客当然大刺客 不会理人的 这是二刺客 三刺客 那三刺客一听 哦 有啊 哦 在库房 你要知道 库房那是库头 库头 已经是负侍在负责的 那很可能就是负 负当家 那时也是担任一个重要职务 他想 哦 爸爸在这边担任职务 在库房 啊 那那怎么过去啊 啊 那个谁啊 找了一个 支柄 支柄 支柄下面一个 比较 支力低的 帮忙带 带人家去 严肃家人 那 带他去呢 这是他儿子 嗯 嗯 带他去看一下他方法 嗯 记得带钥匙 我说带钥匙 他就看我爹 怎么带钥匙呢 他觉得怪怪的 果然去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西 东西 西单 生了的外 外挂的外边 在西边 与库房 哎 还真库房 堆东西的 你看起来就知道 堆东西的库房 因为外面也对了一些 哎 我爹怎么住在那儿啊 而且 怪怪 那个门呢 居然是锁 锁在外头 果然要用钥匙 嗯 然后 然后那个人就看来 他在忍不住 说 我爹在里头啊 对啊 你自己找一下 找一下 大概太久了 怕我忘记 这样 里头好几尊 你找一下 好几尊 他一进去一看 肉身不坏有七尊 堆在那里 太多了 没得摆 你爹就是其中一尊 你自己找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显空和尚 他爸爸 其中一尊 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而已啊 汉人佛教 不把这个当什么 不会拿来 哦 讲的怎么样怎么样啊 再来人啊 什么呀 大师啊 怎么样怎么样 七尉 堆在哪 库房里 还得自己找 太多了 民国初念还是这样子的呀 你看看知道那个巨型和尚 有没有 念佛念道 全身化掉 三昧真火化掉 那虚音和尚的弟子啊 那多久不是而已 你说要什么传承 很多现在人啊 好要所谓的 藏传佛教有传承啊 如何这般 我跟藏传佛教人都很好 OK 那也是一种 一种方便 OK 但你认为呢 念佛有没有传承 那个巨型和尚 有没有传承呢 他的大致都不是一个 家里苦的跟那个样子一样 那真的是苦恼的生啊 念到三昧真火化身 把自己化掉 你说这是什么传承 所以诸位啊 我们现在讲净土生无神论 你要知道 这是直接接佛的本心的 汉传佛教 我这么拉里拉扎的讲 我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说没传承嘛 天台有传承 你说有传承嘛 那又不是决定义 那就是玄之皆玄得的 玄就是说 可以直接去求去得的 不一定是 啊 师父徒弟徒弟徒孙 不竟然是这样 佛法多门啊 应激为上 不能死抓的这样 现在大陆的很多年轻书家人 也是这样子 非得要往西边去 要到西藏待一会儿 要到西康待一会儿 四川哪里的密教道场 待一家 要怎么样子 很好 我从来就说 藏传佛教有它的特殊 我也从来告诉大家 不能够要身在身不能够怎么样 但 汉传佛教有它的特殊点 进度生活生论就是很重要很特殊的一部分 一般人真的不太理解 第一个 传登大师呢 他一生的事迹 有是有 但没有跟几位历代大师来看的话 他算是低调 一般人不会太在意他的著作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你看看 讲 生活生论是 遇天花而下 这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 这是第二 第三呢 他进度法门容易 不需要讲那么深 所以他这部书就挂着就好了 说我们有 这样就可以 不在意 第三 很多大德特别在近代 特别在这个时候 他告诉你什么事 他说不要再去研究教点 好好念佛就好了 专心念佛 你乖乖 那研究教点就不能专心念佛了 他倒过来讲就变这样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不研究教理的所谓进度法门 就变成充斥在很多若隐若现的这些教说当中 影响所及很多出家人 看人家讲经说法 看人家讲解进度法门 他脑子里都在低估 你知道吗 低估 哎呦 讲那么多干嘛 哎呦 讲谈玄说庙干嘛呀 好像谈玄说庙就不能念佛了 在打弦唱 他这个讲法搞出来 很恐怖 那如果打弦唱 你看看这个讲义 有多少字啊 原文啊 完全打险菜啊 谁敢研究啊 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哇 今天会来这里讲 净土生物生物 不知道什么状况 完全是意外 因为我也怕人家说我打险菜 这样听懂了吧 汉传佛教 人家是有修有正的 那个可不是一般讲的大弦唱 那个都是有教理内涵 顾持中华护生协会 由郑华波 富民 中华护生协会 华波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帐号 银行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为祈求全球早日脱离传染疾病 天灾人祸的威胁 恭请诺诺格西带领大家 修持药师欺佛仪轨 并给予教学 日期7月4日至7月25日 每周二晚上7点至8点半 地点台北市内湖区康陵路三段99巷十农二号一楼 报名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之夜花莲分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起见观音祈福法会 消灾抄建点灯供水要供甘露诗时佛前大供 恭请法务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8月5日到8月6日星期六日 每日上午8点30分开始 恭送大乘妙法莲花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